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电视台和北京市司法局合办的第三调解室 我是第三调解室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张鹏 下面就请进入我们今天的调解现场 父母生前他们相亲相爱 父母身后他们针锋相对 母亲生前老四没跟母亲一块住 没单独一块就住 因为我们就一直等 那个那个那就是母亲去世以后 老四是生躺进住去的 还是跟你们商量了 你同意住进去的 其实是我母亲住院那一段时间 她是为了照顾方便 那时候她就住进去 其实就她讨厌 等于发生争执 小妹竟然把两居室的厨房给砸了 其实想的招挺妙的 但是这个招数这么精明 不应该应用在亲人之上 对吧 可能老四有她的问题 那天确实让她给气的 我气人 所以我就说 这兄弟弟妹妹之间都闹成这样 其实也挺可惜 挺遗憾的 对于母亲曾居住过的这套两居室 王家兄妹五人的方案 是六人评分 可对这个方案 王家四姐表示反对 你建一个房 我不是说我建这个房 我妈就说这个房 就是给我要的 母亲在世的时候说的 对 就这么说的 就是给我要的 没有二姑娘的户口 人家根本就不给底面那一套 还是哪一套 你帮我张王老师 王家兄弟姐妹六人 曾签署过一份协议 怎么想起写这么一份协议呢 就是我的姑娘 跟我妈有点闹点矛盾 我们住了三年多 在一起住的时候呢 闹点矛盾 后来我妈就让我们走了 而且你知道 其实刚才你透露的 就不是 对你不是特别有利的事情 就是本来 听上去是你妈妈 在她的家里 招待你和你的孩子一起住 然后你妈妈 你女儿会跟你妈妈发生冲突 然后还被撵走了 然后你现在杀一回马枪 说这房子里头有我一间 没有任何证据 你觉得这件事 我们应该怎么 我们从哪个角度支持你一下 从2011年 你没有办法证明那房子是你的 后来你住进去 是因为你女儿在那附近上班很方便 你妈妈照顾你们 或你女儿受人照顾 跟人发生很严重的冲突 不是这样的 是我妈说这房子就是我的 有我一天的 你没有证据 老师我看你挺硬的 不是我挺硬的 确实当时是这么回事 没有证据的事 这些不好说呀 那这三套房子呢 来 姐姐这样 即便有这三张图纸 怎么表现出 这图纸跟你有关系 说人家是为了 给你要安置一套房子 有这个图纸 你怎么来说明呢 兄弟姐妹六人的意见 始终无法达成统一 但你不管你们 最后怎么协商的结果 从现有证据来看 一个两居 两个一居 它都有主 都落在各地边 那我的房子呢 那你为什么不争呢 当时你为什么不写我名字呀 你当时就应该解决呀 你当时没有去争说名字 改成你的名下 不是不是 或者说你跟谁共有的话 那你今天继承的事实 在1984年当时就已经 各自有主了 你再来主张 你怎么主张呢 那他把我拿走了 谁爸你男的你为什么当时不去告他 不去交车呀 我妈不让啊 如果要是你妈妈的私产 没准 就是还能作为参考 也没有 妈妈私产 妈妈不同意 你们子女没无全分 您一上来呀 其实挺行单影子的 跟他们一比 是吧 就是我想问一下 是平时跟他们关系就不好吗 还可以 他就不让住 他就觉得这房子没解决嘛 没解决完你就别住了 不一定有您的 还不一定是您的一点东西 就为这个争 争成这样 明明有帮助 您觉得这也值当的吗 我觉得他们是跟我争 我并没跟他们争 401是应该是我的 我妈妈都说那是给我要的 就是你有没有接着吗 对 您觉得 我觉得跟那钱 您把手伸出来 跟人要一百万 不是 你不得证明 我有要这一百万的理由啊 就光说呀 哎呀 来来这样吧 我再说一句话 首先我一定要粉碎你的幻想 你这个幻想建立在这一纸 当年的拆迁协议上 说七口人拆迁如何如何 我就告诉你 刚才已经反复说了 你那说话不成立 没有道理就不要再说了 咱俩就别说了 你当时蒸这房子 全你蒸的 刚才你说我也都听到了 跟妈那会说的完全不一样 全部一样 刚才我说了 她说的话全否 真的跟我妈那会说的完全不一样 我就说呀 当时我妹妹小啊 七口人的户口有 她本身都没有我的意见 让你说 您正在收款的是 第三条件是知 七个户口 三套房 都说呀 亲情能够战胜一切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一家人呢 是王姓的几个兄弟姐妹 开始呢 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如今呢 针锋相对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家兄妹六人 围绕着母亲一路下来的一套 两居室的公租房产生了矛盾 而且耐人寻味的是 矛盾双方的人数比例为五比一 根据王家小妹的阐述 我们得知 王家小妹从结婚到女儿上学 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 并且为了生活的更加舒适 她还将这套两居室进行了装修 王家四姐并不否认小妹装修房子的事情 可是对于房子的分配问题 王家四姐表示 母亲在世时曾问过大哥要不要这房 当时大哥表示不要 而今兄弟姐妹们却又来分割房产利益 实在是不应该 面对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王家兄妹给第三条解释 打来了求助电话 家中兄弟姐妹几个呀你们 六个 六个 那老大怎么没来啊 那就是学校高 那母亲留下这两居室 这两居室是怎么来的呀 过去我们那一个住的一个检疫楼 在什么地儿这检疫楼 工体 工体呢 您就说家里分了几套房子 就给我们一个一开始 就给我们一个两居室 还有一个一居室 因为我那一居室 那是我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那分的这个不够啊 怎么办啊 不够完了之后 我们的不同意 我妈绝对不同意 谁去找去了后面 就是 他是每天都淋楼上我们那边 就楼里 就动员走 多给了几套 多给了一居室 又给了一个一居 你看看 一个两居 两个一居 王家二哥告诉调姐嘉宾 王家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 有一处房产 后来改上微房改造 王家 分得一套两居室 和一套一居室 可是王家子女多 安置不下 经过多次协商与争取 最后 柴贱们同意 再分给王家一套一居室 那么总共三套房产 王家却有六位子女 他们 是如何分配的呢 怎么分的呀 就是我住我那一居室 当时人家就 您那一居室 是你的名下了 对 还有一个一居呢 是给我 也结婚了 老五名下了 这都结婚了 已经在周转房 已经都去了 两居呢 两居叫我母亲 母亲名下了 跟我小妹 当时成租房 全是我妈妈一个人 三套房子都是她 这落在你们 名下这个 没法争议了吗 都是你们的了吗 合着现在争议的 就是这个两居 老大在拆迁的时候 老大是不相关的 然后老三是不相关的 老二在其后 分了一个一居 老五分了一个一居 妈妈分了一个两居 对吗 两居里面有老六 是不是 就是你和妈妈 是在一个两居里 对吗 老四呢 拆迁的时候 她户口还在那 但是她也结婚了 她的情况 跟大哥和那个 大姐是情况 是一样的吗 基本一样 不一样 他们户口不在 根据王家兄妹的讲述 我们得知 两个一居室 分别给了王家二哥和小弟 一套两居室 由王家母亲和小妹共有 王家大哥和王家三姐 没有分得房子 原因是拆迁之前 他们就已经把户口牵走了 那么王家自己的房子 被分到了哪里呢 这个没有什么证据 老二 怎么那活儿有快 是吧 也没有文字的 可能是口头听你说 这不能作为证据 现在我听听家中大姐 你是什么意思 当时可没分你的 您对于母亲的这个两居室 你有什么要求啊 两居室 现在就是人人有份 我就想 我弟弟那活儿 跟分在这间吗 两居室 他们娘仨是两居室 给底爷那是我的吗 当时是这么分的 还有老二老五的吗 他们俩可都拿了 有啊 老五你是什么意思 你老乐 我觉得应该有 应该有啊 应该多少有你点份 对 有多少 那我倒没想 方国家就就这个 他就说那间房子 说你没有我这户口 你要不来房 我说你当时你说不要 你跟我说的特别是 你不要 你现在干嘛要 王家二哥告诉记者 当年拆迁的时候 他曾亲自问过 妹妹是否要房 当时王家四姐 坚决表示不要 那么现在王家四姐 又表示要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拆迁之前 你的户口都在里面 对吗 对 你认为拆迁的时候 有没有属于你这一部分 有啊 那现在在不在分的 这部分里 就觉得是 好像无花流 我们就一人一份 我说的是什么呀 他们俩都拿走了 你们俩应当党一套 大哥三姐 不是大姐 户口都不在 人家户口分的 我妹妹这个18岁 那会儿她小 后来她就 结婚一直就走了 她也没在这 你跟你妈 共居在这个两居室里边 从历史情况来看 有没有你自己单独的份额 单独的权利 如果有 你是不是要放在一起 放在整个锅里 由大家来分 老六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就觉得就这么一套房 就这么哥这么几个 就 也分不太清楚 我们也不懂嘛 就 就一人一份 就完了 我们还是老生常谈啊 就是在本案当中 所设的成租房 它到底能不能继承啊 是不能继承的 因为这个房子产权人 是房屋产权单位的 比如说房管所 或者人家哪个单位的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租客 我们只有使用权 在有合同的情维下 所以呢 我们很多的当事人 在成租人去世以后 往往把父母成租的房子 作为遗产 来主张相关的权利 这显然缺乏法的依据 对于母亲曾居住过的 这套两局势 王家兄妹五人的方案 是六人评分 可对这个方案 王家四姐表示反对 那么六人评分的方案 是怎样提出的呢 等会我问一个问题 你们是现在所有的兄弟姐妹 都觉得这个房子是遗产 说实话 这叫我妈不是 一公公房就这么一间房 那为什么会说到份额 说到给钱就行 就是就说这钱商量商量 他这一说商量 他就不干 还老说我 哎呦 就我那姐姐你没看呢 真没办法了 要疯都 所以大家虽然都知道 他不是遗产 但是依然想要按遗产 和分 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不懂的 在这算不算 所以也就这么想了 现在你说 户口在 唯一一个人户口在这就是老四 在这个房子里 你们其他人户口都不在这里 还有我 还有我 那么就户籍情况是 你老二的儿子和老四 是吧 对 那么母亲生前谁跟他在一起住啊 母亲生前就是 最早就是我妹妹 跟他在一块 哪个妹妹 老六 后来妈妈去世的时候 谁在这住啊 所以老孩子就想着谁来谁住 而且谁 确实是谁来谁住 我 我妈 他们那个孩子 上学生 儿园 都出去 都在那儿 都住 谁也没垫着这房子 等到大了 人家全都走了 就 没有任何一个人提 就这三十年以后 他开始 就是我再确认一下 就妈妈去世之前 是大家轮流在照顾 没有人 没有哪一个子女 跟他固定在住 换言之 没有人在争议房子当中 跟妈妈共同居住 在两年以上 是吧 没有 王家二哥表示 目前只有自己儿子 和王家四姐的户口 在这套两居室里 而这也成了王家四姐 不同意六人评分的原因 他说的呢 就是 都不给他 谁都没有份儿 就是他的嘛 他说我要考虑亲情 谁考虑亲情 就我这个二妹 他说考虑亲情 我一个人给你们十万块钱 当时我就说的 如果要是真是大家认可了 西班牙那间房子是我的 那我就 一人给十万块钱 按亲情 这么一样 你们同意了 没有 也不同意 一人十万都不同意 那要多少呢 不是 我们就要 你这平均分就完了 十多少钱 到时候得付 现在因为公租房 也不知道多少钱 也不知道 也不能上市 那最后是 这房子现在干什么呢 谁住的呢 就是二妹 就是老四住的呢 他不把 傻赖他不走 你看他说我傻赖 一直我就在那住 听说谁还把这房子给砸了 是怎么 有这事吗 对 这么回事 因为那天我们说 商量这事呢 完了说让他走 说解决完了再走 他说我不走 平时我走 后来我们就说 干脆给厨房油烟机啊 什么那个 你就给他弄坏了 他又不能住了 不就走了 说得太不符合实际了 根据王家二哥的讲述 我们得知 王家四姐曾经表示 因为考虑到亲情 他决定给兄弟姐妹们 每人十万块钱的补偿 但是王家其他五个兄弟姐妹 并不同意 依旧向六人平分 兄弟姐妹六人的意见 始终无法达成统一 母亲生前老四没跟母亲一块住 没单独一块住 因为我们就一直怎么 那个 那个那就是母亲去世以后 老四是生闯进住去的 还是跟你们商量了 你同意住进去的 其实是我母亲住院那一段时间 她是为了照顾方便 我们就是大家就是轮流在医院照顾 那时候她就住进去 其实就她讨厌 对于王家四姐为何住进两局势 王家三姐告诉条姐嫁病 当时母亲生病 王家四姐借着方便照顾母亲的理由 直接入住两局势 从那之后就一直居住到现在 听说在母亲生前 咱们签过一个协议 欢迎房子的是这么 协议 那个我觉得多好 不生效 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她回来 在不在哪里我们看看 六份 一人一份就完了 因为这是老派的在这个就留在这里面 这这这算财产了不算移产 因为工化 就平平分就完了 这个交割的时间六 看见交割的时间是04年的3月23号 但是所谓的协议呢就这么两行字 这个房子西侧小间归老四 老二 所有 说这是妈妈百年以后有效 你们一堆人都签字了 但签字的时间是05年的3月21号 这个咱们就先挖掘到这儿 你看 不挖掘你就从你出不来呀 不挖你们不说呀 而且你们都签了字了 是吧 待会再说这事 这样你们的诉求啊 我想可能一句话也能概括 你们的诉求可能就会想 各战六分之一 是吧 对吧 王家兄弟姐妹六人 曾签署过一份协议 协议内容为两条 一是王家四姐给二哥六万块钱 二是老房西侧的自建房 归王家四姐和王家二哥所有 并且王家兄妹六人都有签字 可是现在除了王家四姐之外的兄妹五人 都表示这份协议无效 对此王家四姐会有什么要解释的呢 保利没有 利勤没有 按照他们说的没有 分的两个异局 一个两局是 有一局 对这份协议有什么要解释的呢 就像吧 这是你对我 这个人的协议 你们的协议 有什么要解释的呢 对啊 这份协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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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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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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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收看第三条解释之 七个户口三套房 三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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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内看你的资金的调度情况 分别汇 一定要汇给他们 银行汇给他们 然后各位拿到这个钱 也希望打一个收条 从此各位对这个房子不再存在任何纠纷和权力主张 核心内容就这么个内容 刚才小妹说也同意各位也同意 主持人可以再确认一下 经过调解嘉宾 更何况咱们各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杭愿者是这里 再婦云援 绝对你可以再画一下 感谢观看 矛盾 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好吗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今天我们调解成功 可喜可贺 明天再见 小妹接这个盘 拿这个房子 然后她给各位 相关各方 每人补50万万 50万元 那么这样呢 在利益平衡上 就取得了一致 试想一下 如果这个事 双方到了这里 还不能互相让步妥协的话 那到法案又会怎么样呢 结果会比这个更好吗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当事碰到问题 首先 我们鼓励提倡协商 协商不成 找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样的一个机构 来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大家 珍惜这样的机会 把问题解决好 调解嘉宾们欣慰地看到 王家兄弟姐妹 在第三调解室 打开了彼此的心结 我们认为 不管如何争执 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亲情 是不容分割的 在此我们衷心地祝愿 王家兄弟姐妹 继续团结互助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维系这份血浓于水的亲爱